一開始在收藏的時候其實是很孤獨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討論 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討論的重要性呢 就是有一次多年前在巴黎 因為我很喜歡古董家具、古董鋼琴 那我也買了一些有趣的藝術品 然後跟朋友討論之下 被笑說那些其實是賣給觀光客的 這個朋友就是蔡康永 我覺得周杰倫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別人開啟 他就是會自己到達那邊 確實做創作的人在進行收藏的時候 會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角度 他會受到啟發或者是鼓舞 這個是我覺得傑倫作為收藏家 最有趣的部分 他的眼光很準 敏銳的直覺可能來自於他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像我當時跟傑倫在提到這個 可不可以交換我們的收藏品的時候呢 我當時心裡面想的就是 周杰倫要怎麼拒絕我 得到的事情是周杰倫竟然就答應了 當然Sufi的策劃呢其實也是想了蠻久了 想說要帶給大家怎麼樣的驚喜 想說要怎麼樣來點不一樣的 這次拍賣你可以看到有Richard Prince的護士系列 覺得這一張是非常特別的 這是他所有畫的護士系列裡面 唯一一個不是穿著護士服的 然後帽子是加上去的 你可以看到他原來參考這個小說封面 他是沒有護士的帽子 所以以他的稀有性我相信很多藏家應該都會非常喜歡 接下來還有Frank Stellan1978年的作品 我記得我也有他的一張1958年的作品 在我的Music Video裡面 那首歌裡面呢也有兩張Richard的作品 剛好這次拍賣也有Richard1983的作品 還有1963年趙無極的作品 還有2005年蔡國強的作品 當然也挑選了蠻多年輕藝術家 在這個舞台希望他們被看到 這不是必卡索嗎 我除了喜歡這種新的潮流當代的 我也喜歡這種有歷史價值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機會 這是一個講真的 有時候你要去收藏一個你喜歡的東西 你不見得收藏得到 你剛好應該對著timing 他這個來自於他的家族收藏 他的女兒 他沒有在商業展覽過 沒有做商業展覽所以他沒有簽名 不過他在730的時候 在這個Avenue的教皇宮殿有做過美術展覽 然後你看到你的收藏在這個舊照片裡面 你會覺得非常的感動 剛好這次拍賣呢 就選到了一張顏色非常豐富1969年的作品 那他是黃色的帽子 然後有綠色的植物在後面 然後藍色的背景 我印象當中那張是非常有能量跟生命力 就是很熱帶風情 然後配上一杯Mojito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小時候都聽媽媽在講Picasso 還有很多藝術家的故事 比如說Martiz Van Gogh Monet 那現在我擔任策劃人 可以去挑選到一件非常好的Picasso的作品 然後帶媽媽去看到這件作品 我覺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我想每個人都知道在華語樂壇 周杰倫是尤其音樂之王 很多人都會聽會唱他的歌 他也是年輕人的偶像 我們都喜歡美食 所以就常常一起吃飯喝酒 在聊天的過程之中 發現他對藝術有著高度的熱情 及敏感度 這也反映在他的藝術收藏裡面 尤其是現代當代的藝術品收藏 我認為應該是亞洲的歌手無出其右 我覺得像Picasso這樣真的很讚 就是把藝術品放在家裡 然後生活在一起那種感覺 我個人也一直覺得 我不是從收藏的角度在看藝術 我是從生活的角度在看藝術 藝術本來要跟空間本來就有個對話 我們在彈LIVING WITHOUT 跟藝術一起生活 平常其實跟皮革哥聊到藝術 偶爾會聊音樂 我有一個從來沒有人用過的音樂 音脈概念 不過後來沒有用 就是舉到最高的人 你用連線的方式 你請拍賣會的人 現場要準備一個鋼琴 然後彈三個音 然後這三個音就是屬於你的 然後我用這三個音 即興地在拍賣會結束之前 把這首歌完成送給你 酷吧 我們平常都是在一個高度競爭的行業裡面 生活需要平衡 想要知道我怎麼平衡嗎 來 皮革哥幫我彈三個音 靠音樂來平衡 生活上的壓力 這三個音對不對 對 我幫你平衡一下 靠這三個音來隨便寫一首歌 來吧 期待他深厚的藝術 知識及見解 能夠影響愛好藝術收藏的朋友們 純爺 通常都是在一直面 Ocean的藝術 李就由在生意 你傾棄 去找陰術 情詞